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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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个心灵瑜伽是什么呢 超越心的心灵瑜伽 这个名词不是一个佛教的珍贵的名词 这是我林石永的超越心的突破心的心灵瑜伽 或者是也可以用智慧的心灵瑜伽 智慧性的心灵瑜伽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佛教的最高端的心灵瑜伽在禅宗里面这个叫做民心见性 互相当中的神灵瑜伽在禅宗里面的心灵瑜伽 在这个藏众佛教的密宗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大圆蔓 也叫做阿迪瑜伽 阿迪是阿迪瑜伽这四个字是引读的翻文 阿蒂是非常的意思 非常的不是一个普通的 非常的语讲 那么这个叫大圆满 大圆满他强调的也是民心坚信 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用思维的方式 或者是废思维的方式 这些都可以解决一些我们的临时的 暂时的这些痛苦 心灵的痛苦 但是不能把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只是暂时空止而已 我们学过西方心灵学的很多人知道 这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心灵学 但是这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有些时候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所谓的效果不错的意思就是说 当下把这个人的注意力专辩 或者是当下让他的注意力分散 或者是在当下把他的注意力 集中在某一个角点 这样子以后让他忘掉这个痛苦 暂时他觉得轻松 其实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今天出现一个 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 有发泄把 就是去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非常不满的时候呢 去砸东西呀 闹呀 然后就是专门提供这种场所 发泄把 还有哭把 他专门的地方提供给你去哭 但是没有一个叫做缠把 缠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缠把 或者是心灵瑜伽把 这样子的东西才是真正必哭好 必发泄好 必砸东西好 砸东西解决这些问题吗 不能解决 这是一个展示的发泄 把电视机家具全部砸 然后呢就发泄完了 发泄完了以后呢 就是本来一直都是在憋在心里面 然后一下子放松了 释放出来了以后呢 他有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当中啊 就是感觉到 有点轻松的感觉 但是就裹了以后呢 还是一样的 发泄把 不解决问题 然后呢 哭把也是 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一直憋在自己心里 也不给别人讲 也不哭 也不出眼泪 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很痛苦的 但是呢 把这东西给别人讲了 或者是到这个 哭 到哭吧去哭 那这样子呢 那可能是半小时 一小时当中呢 就感觉到 有一点点的这个轻松 但是问题是没有解决 根本没有解决 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些希望 不要寄托在 什么发泄把呀 什么哭把呀 不能这样子 这是不解决 这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已经是非常非常 这是悲剧啊 其实不需要 因为我们没有忠实 传统文化的原因 就是西方文化 就是这样子 西方文明 就是我们 我们今天讲的 现代文明 所谓的现代文明 其实是西方文明 其实就是西方文明 我们没有什么 现代文明 都是西方国来的 那么西方文明 它的一个 一个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 这是用各种各样的 这种手段 来刺激人的欲望 然后呢 让你去消肥 然后去生餐 生餐完了以后 又去消肥 简单的说 这就是西方文明 现代文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 用各种各样的广告 各种各样的方法来 过度的这个刺激了 人的欲望以后呢 人的欲望 就似乎是失控了 这种过程当中 就遇到了 面临各种各样的 精神上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就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呢 什么酒吧呀 什么这个哭吧呀 发泄吧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产生的 那么其实我们 不需要这些了 因为有传统文化 有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完全可以更好的 解决 或者是这个代替 什么哭吧呀 发泄吧呀 所有都不需要 这个都不需要 完全是可以 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呢 最悲剧 最刻悲的是什么呢 我们又一个 这样子的文化 但是呢 我们忽略了 现在我们也不动了 现在已经断层了 这个是我们的悲剧 那我们只能去考什么苦吧呀 发泄吧呀 我们有的餐 有的心灵瑜伽 现在我们不懂 不懂得有 自己也不会修 自己不会修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去 传播给别人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 这是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这些心灵瑜伽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 超越心的心灵瑜伽 是正无 凯无 或者是明心见性 然后明心见性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些所有的 这些负面的情绪 都从根本上解决了 真的是从根本上就解决了 从此以后 我们不会 不会有这些痛苦 从此以后 我们不会再有这样子的痛苦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经历 或者是我所用的这些方法 可以告诉其他人 然后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解决心灵的痛苦 这样子以后呢 人就活得很轻松 活得很幸福 活得很开心 活得很有意思 这就是 其实实际上 这个就是佛教的思想 佛教思想 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 那么这方面呢 如果我今天讲 今天讲的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框架 什么是四维的这个参 心灵瑜伽 具体的根本没有讲 这是说 这是减少 这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 就是做了这两句话 其实怎么样去用 这个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思维的方式 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讲 如果甘心去的话 大家以后可以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 费思维的这个禅 具体的也没有讲 具体的也没有讲 但是这个我们平时 比如说台国 还有这个云南的这个上桌 补物 这些消称佛教的内观 内观 在欧美 是非常流行的 美国目前有 这个修禅的青年人 青年人修禅的 已经超过了两千万人 两千万人 他们的 争洁的 还有这个 玉勒洁的 这些名人 这些人 是 这些人